北京時間2月11日上午 中國除夕當日 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 這是拜登上任後首次跟習近平通話 根據白宮發出的最新通訊稿 拜登重申 美國對北京的威脅性和不公平經濟行為 鎮壓香港的民主行為 在新疆的侵犯人權行為 以及包括對台在內印太地區日益強硬的行動 表示根本上的關切 不過同時 拜登說 在符合美國人民和盟友利益的情況下 將進行無實的 注重結果的對華接觸 到截稿前 中方未公布兩國首腦通話的通訊稿 作為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 美中雙邊關係 一直是全球外交舞台上最重要的焦點 拜登指1月20日上任後 到未與習近平通電話 前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就職後20日 與習近平進行首次通話 拜登上任後 先與美國親密盟友 如加拿大、墨西哥、英國、德國、法國、北約、日本、韓國和澳洲等多國領導人通電話 隨後於北京時間2月11日上午跟習近平通話 一位行政當局高級官員較早時候說 拜登總統上任後 已與歐亞盟國和夥伴進行了一系列接觸 此刻他相信 他處於優勢為止 可以向習近平展明 美國對中國行為的核心關注 並討論在符合美國利益時與中國合作的領域 他對中國行為的核心關注 在中國行為的核心關注 現在是在最後一刻 如果他找到核心關注 並在三個月中 他會向一個核心關注 並在內容 尤其中一刻 尤其是核心關注